魏文侯凭借自己的才能结合李亏的变法改革 把在危机中的魏国打造成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 一手烂牌打得很精彩 大量人才也聚集到了魏国 人才里就有一个是魏国在军事上称霸的牛人 他就是吴起 李亏的老乡 出生于魏国一个富裕家庭 妥妥的富二代 从小至上高远 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四处奔走多年 耗尽了全部家产 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 虽然有远大的理想是一件很励志的事情 但是他的败家行为遭到同乡邻里的笑话 他为此杀掉三十多个嘲笑自己的人 然后只能逃出魏国 吴起和母亲决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 狠狠发誓道 我吴起如果做不了公亲国相 就绝不回魏国 吴起先是来到鲁国 拜曾子的儿子曾生为师 学习乳术 如果一直学下去 以吴起的聪明才智将会成为一代大乳 但是历史注定不会让他安分走好这一生 有一天 吴起收到来自魏国老家的消息 他的母亲去世了 但是他严格遵守不当公亲相国决不回魏国的誓言 毅然决定不回家崩丧守孝 决定化悲愤为力量 这个决定对吴起来说可能是很励志 但是对于以忠孝为信条的鲁家来说 属于大逆不道 曾生认为他不孝 不配做儒家的门徒 把吴起逐出了师门 不知道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被曾生逐出师门的吴起接触到了兵法 契文从午后竟然如鱼得水 成为鲁国颇有名气的军事理论家 很快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 公元前412年 齐宣公发并攻打鲁国 急需军事人才的鲁木公 想任用吴起为将军 但是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 担心吴起的妻子吹枕边风 所以一直在犹豫中 吴起知道后 渴望成就功名的他 绝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于是杀掉妻子 表达事不偏向齐国的决心 打消一律的鲁木公 于是任命吴起领兵抵抗齐军 吴起不负所望率军大败齐军 只是取胜后吴起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 不放心吴起人品的鲁木公 免去了吴起的官职 看到自己在鲁国的仕途彻底完蛋 吴起毫不犹豫地离去 前往下一个能让他一展所长 好登上高位的国家 他听说魏文侯很贤明 决心投奔国力争争日上的魏国 魏文侯也早已听说过吴起的大名 但是对他的人品有些顾虑 于是征求李亏的意见 李亏认为吴起贪心而好色 但是用兵连丝麻壤举也比不上他 魏文侯于是任命吴起为将 辅佐岳阳攻打中山国 吴起从此开始登上人生巅峰 公元前409年 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 向秦国发起进攻 吴起没有辜负魏文侯的信任 攻克了秦国河西地区的临近原理 次年吴起再次率军攻打秦国 一直打到阵线 而秦国只能退守之落水 沿河修建防御攻势加以防守 就这样魏国全部收服了秦国占领的河西之地 并且设立西河郡 由敌皇推荐吴起担任了首任郡守 在和秦军作战期间 吴起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兵高人一等 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梗上 甚至于拿树叶当棉被 把士兵们当成兄弟 同甘共苦 对受伤的士兵更使关怀备至 史记中就记载 他两次亲自为士兵吸血制毒窗 对自己的亲人如此冷血 却对非亲非故的将士如此亲切 这是整的哪一出呢 吴起的所作所为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让每个士兵感觉到被尊重 在春秋战国时代 通常是要用生命的代价 来回报所受到的尊重 吴起如此对待自己的士兵 那么士兵在打仗时就要为吴起卖命了 另外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 吴起没有就此满足自己的成就 而是继续寻找老师学习深造 在西河郡拜子夏为师 再次进入儒家学习 因此吴起是一位通晓兵家 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全才 并且著有五子兵法 与兵圣孙吴并称孙吴 其后他积极改革魏国兵制 创立五族制 魏国有这样一支军队 在战国时代等于拥有了大规模杀乡性武器 吴起带领将士们南征北战 为魏国夺取土地千里 其间大战有76次 大胜64次 其余都是不分胜负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镜之战 公元前389年 秦桧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殷镜 吴起只率领五万魏军 打败五十万秦军 成功保住河西 吴起终于名声大震 不过凡事达到了高峰 必然要转向衰弱 公元前396年 魏文侯去世了 魏国的继任者魏武侯 是个浩大喜功的人 他的政治智商与他的爹魏文侯 根本不是一个断位 历史有一个规律 浩大喜功的人身边从来不缺小人 战功赫赫又为人耿直的吴起 自然和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 触不来 刚开始魏武侯对吴起还算信任有加 处处听从吴起的建议 只是到后期魏武侯听信谗言 开始对吴起处处排挤 并且解除了他西河俊首的职务 下岗后的吴起觉得留在魏国已经毫无意义 他又一次跳槽离开魏国 带着他的法家理念来到了楚国 此时楚国在位的是楚道王 楚国当时的情况是国内一直是屈紧招 三家大贵族掌握要职 他们欺民有数治国无方 在抵御外敌方面更是一无是处 但因三家势力太大 楚王也要礼让他们三分 这对胸怀抱负的楚道王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所以他积极寻访和物色人才 只是多年来一直没有结果 正当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吴起来到了楚国 楚道王早就听说了吴起的大名 以向仰慕吴起的才能 因此直接任命吴起为另一 大力支持吴起在楚国施行变法改革 而吴起则总结了李亏在为国变法的经验 深知法治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 取消了部分贵族的绝路 整顿了官场的腐败削减了官类的俸禄 禁止成年男子游手好闲 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变得强大 对周边地区发动数次军事打击 极大的拓展了楚国的疆域 到公元前381年 魏武侯向赵国发动战争 赵国向楚国求援 吴起率楚国大军北上援助赵国 强大的楚军联合赵国 一路高歌猛进 两国联军打得卫军节节败退 楚国的强大让天下诸侯闻之变色 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吴起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正当吴起在战场上风头震静的时候 历史看似跟前途无限的吴起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前方战场胜利捷报频频传回楚国 楚道王可能太兴奋了 太激动了 结果公元前381年 那位力挺吴起的楚道王突然去世了 吴起只能从前线赶回都城 进攻料理道王的后事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成功 离不开楚道王的支持 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 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借着楚道王的去世 楚国贵族们发动兵便推翻吴起 贵族们号令士兵用剑射伤吴起 吴起拔出剑逃到楚道王的停尸处 将剑插入楚道王的尸体上大海 群臣叛乱谋害我王 贵族们不为所动 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道王的尸体 楚国法律规定伤害君王的尸体属于重罪 要被诛三祖 新王继位后把射杀吴起 同时射中楚道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 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为了贫富民众情绪 吴起的尸体也被处以车裂肢节之行 吴起死后 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关于吴起后世对他的争议很大 无论不奔母上魏力杀妻等故事 在不同的史书中有不同的描述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那就是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确实非常符合战国时代 逝者生存的法则 经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喜欢类史呢 实际上我喜欢类史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生产力如何进步 科技如何发达 人性却是横古不变的 从历史人物的身上 我能更多的了解人性